台东县雅食协会近期在台东美学馆举办101年度会员成果展 共展出数百件来自雅食协会的会员 以及同号的珍藏奇食 而种类大多是台东本地的西瓜石 东海岸玉石 南田石 阴沙岩类的图案 风景 意象等奇食 我们展出的内容 包含有图案石 有西瓜石 有各种雅食 还有很大部分的奇目 非常不简单 希望各位乡亲 有兴趣 有时间 来台东国立生活美学馆 给我们参观指教 谢谢各位 这个石头是台东的紫玉 它的外观现在看起来很特殊 底色是白色的 上面是一撇黑紫色 它的形成 应该是内部的紫色 在这个地方露出来 是海水海沙磨出来的 其他大部分的紫色还藏在里面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雅食 值得把玩收藏 数亿万年来 岩石经过海水 以及雨水不断冲刷而淬炼成千奇百怪 外星一具纹路 人类独具慧眼 将大自然巧妙的创作艺术品 再经过整理 更是焕蓝一新 让雅食爱好者爱不释手 趁着连续假日把握时间 不妨走一趟展示馆 好好的欣赏一番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